而在花林县受风箱沿辽村山林产业道路在杜苏瑞台风豪雨过后 至今有许多山上的民众陈勤名义代表 担心再来一次豪雨将会造成道路的坍塌 16号的上午立委服务处以及县议员县政府农业处再次的回刊 希望能够尽快的协调相关单位来进行道路互播的补强工程作业 花林县受风箱沿辽村山林产业道路顾海营区旁 约70公尺长的道路一旁互坡 在上次杜苏瑞台风夹带豪大雨的情况之下 造成道路的边坡崩裂了20公分的裂缝 上山的民众开车经过都得快速通过 担心道路基础不稳发生意外 经过民众陈勤县议员后多次会刊 据了解该处互坡土地属于私有地 在未获得地主统一书的情况之下 相关单位仍然是无法进行抢救的工程作业 很多相关单位也前来会刊好几次 信奉我们福德庙的信众 前来参拜的乡亲或者我们岩寥的乡亲都会必经的一个道路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 也像走山一样 山都已经崩裂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钢筋的部分也非常的严重的断裂 我们希望能够携请相关的单位 那尽快来协助我们岩寥的乡亲 把这条道路能够修缮完成 顾海营区旁山林产业道路 道路沪坡长约70公尺 崩裂了一条高约5米宽20公分的裂缝 行驶在上的用路人走的是胆战行精 记得临结送锋箱采锋道